秒开楼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.swtworld。很多人,都听过这么一句俗话,叫做,头发长,见识短,热闹的马路不长草,聪明的脑袋不长毛,而随着动漫,一拳超人的爆红,我变出了,也变强了,也成为网络上的流行用语。因此,在很多人看来,光头,都是网转的造型。 在NBA中,也不例外,喜欢整一些沙马特造型的,比如,拜纳姆,罗德迈,实力也就那样,真要看NBA的最强者,你会发现,几乎都是青一色的光头造型。 近日,2022年,NBA名任堂,新一批人选,正式曝光,来自马兹的民宿,吉诺比利,成功当选。这位来自阿根廷的腰泪,凭借自己,在NBA的出色表现,被球迷牢记。 但其实,刚进联盟的吉诺比利,并不是如今的秃头造型,当年的他,也是长发飘飘的少年,但是,随着年龄不断增大,吉诺比利,也从当年的阿根廷雄英,变成如今的潘帕斯秃英,至于说罪魁祸首吗?邓肯,你把手放下。 当然,NBA中的出头王者,还有很多。就比如,NBA公认的历史第一人,乔丹,就一直留着光头造型。 虽然是个光头,但是乔丹,却是联盟公认,最霸气的男人,甚至如果乔丹留着头发,你反而会觉得不太适应。 看看乔丹的发型,他总是留着瓦梁的光头造型,几乎和一个电灯泡一样。 而至于乔丹,为什么留光头,那么,也是因为。